中国车的破局之战 高端加海外到底有多大的胜算呢 什么叫做悄悄的进场 开墙的不用啊 天天看国内车企卷的哭爹骂娘的 还以为他们都窥到姥姥家里去了 结果昨天一不小心看到了吉利的财报 给我啃乐了 净利润同比竟然增加了575% 你这礼貌吗 不都说卷死了不赚钱吗 你这来个利润大展 全行业哭了一年了 氛围都昏托到那了 你给整这么一出 还是你礼舒服厉害 进整这些悄磨磨赚钱的事 好了 到底是咋整出来这个成绩的 先给大家看两个外媒的一个报道 都是8月份的 一个是BBC的 标题很简单出炮 就是全世界充电最快的电动车 看图就知道是极客 新闻里对技术的介绍呢 我就不多说了 里面还有一个老外的评价就很有意思 翻译一下就是 特斯拉的叠眼池技术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优势了 那为啥要说特斯拉呢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 特斯拉就是高端电车的代表 而高端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电池好 得 现在这个优势也没有了 另外一个报道是日经新闻出的 极客的高端车 即将于明年进入日本市场 从新闻来看 日媒还是有点担忧的 毕竟这个价格和配置 在日本市场不敢说无敌吧 至少是没有谁敢来硬钢的 两个新闻都是极客吉利席下的高端车 而且呢都是外媒的一个评价 如果你结合吉利的财报 你发现了点什么没有 就是你要想赚钱得出去 而且最好还得是中高端的车型 我看了下吉利财报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 就是他们家呀 上半年出口量达到了19.7万辆 增长了67% 这个趋势就很夸张啊 虽然财报没有具体的公布出口车辆 和内销车辆的平均价格 但是考虑到现在国内市场 这么卷的情况下 利润空间肯定要缩减啊 而整个吉利的单车价格和毛利率 竟然增长了 增长在哪里 国内市场不好攒 那就只能跑到国外市场上去攒备 对不对 难怪现在几大车企里边 救赎他们不在云霄全力卷了 卷毛线啊 走出去它不香吗 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啊 中国这么多车企里边 走国际化最夸张的 救赎他们家了 透过了沃尔沃莲花这两个牌子 买了奔驰的股份 大家也都知道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家的吉星 在老外眼里 竟然是一个瑞典的品牌 你看看 都是前几天路透社的新闻 标题呢 好不厌实的说 瑞典的电动车制造商 即兴开始在美国生产 以避免高额的关税 可以的 可以的 吉利你是懂游戏规则的 至于媒体和外轮怎么看 一丁点都不重要 是吧 把车卖出去 才是硬道理 我说为啥吉利敢在财报里边 说要把出口的数据调高了呢 原来计划是33万辆 现在也要调到38万辆 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现在全球贸易环境很好呢 其实都知道新能源车这一款中美欧三国家真的桌子都已经掀了一半了 对于吉利这一招 咱不得不说 规避贸易壁垒 比得很好 顺便再和大家说一句 吉利还有雷诺韩国的股份呢 现在就看看吉利这几招好使不好使了 今年的财报是OK的 高端加海外要看年底的财报 那才能真正见他分享 好都看到这了 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如果你们也喜欢从财报的角度去看公司和看世界 来报关注 我是树立 是树立